然后有很多想法是可以变成一个产品 使用者会喜欢而且能赚大钱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创业是很辛苦的事情 曾经到大学演讲大谈青年创新与创业 翟本桥自信分享经验 除非他很喜欢冒险 如果在现在环境里面做得到 不需要冒险的话 是不是考虑就不要出来了 对科技敏感度有独到的观点的翟本桥 外界常以天才智商200来形容他 翟本桥是台大数学系毕业 也是台湾第一位自由跳级生 任职过Google和台达电主管 在2013年创立核配科技 2014年底还被台北市长柯文哲 找去当市政顾问 过去在太阳花悬运期间 因为误以为教育部干涉PTT言论 曾表态要多少主机机房空间和平宽 我都捐而爆红被网友封为宅神 有一个最新的科技出来 假设我及时赶上第二天就跟大家介绍完 可是透过了我们这个庞大的行政笔记的金字塔 等到实现到政府里面的时候都已经过时了 喜好谈论政治议题的翟本桥 形式风格讲究创新 经理念也很不一样被网友封为佛新来的 包括开出月薪超过7万元增工程师 强调指问实力不堪资历 还有台风假规定 如果没有宣布停班 员工可以自行决定在家工作 原本看似人生胜利组创业之路却栽了个大跟斗 恐怕也是石料未及 记者流量和李文科台北报道 12月28日起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让爱飞扬